他是扮白臉的 我是扮黑臉的 所以在家裡呢 小朋友看到我就等於是規矩 我說了就算了 我希望他們吃飯的時候是怎麼樣子 他們玩具是要怎麼樣玩 那家裡是要怎麼整理等等的 都是聽我的 然後呢 就是有一段時間 在外面拍戲已經很累 工作很累 很辛苦了 那想說回來家裡可以看到 家裡幸福美滿的畫面 就是老婆帶著小朋友在吃飯啊 等等的這種畫面 那一天我回到家 車庫 門一開 結果他們在吃麵 不是 對 我門一開 辛苦一整天我門一開 然後我就聽到上面 小朋友在跑步的聲音 然後聽到小可的講一句說 你們再不吃飯 爸爸會生氣喔 就那麼101次 可是那一次真的傷得很深 那一次我一回到家之後 我一聽到這句話 整個晴天霹靂 我覺得說 天啊 我在家裡面是怎麼樣 是沒有人歡迎我回來的 然後小朋友是帶著害怕的心情 等我回來 然後等我一上到廚房 然後看到他們在吃飯 小朋友看我的眼神是 很害怕 很害怕的 然後我當場就心情很不好 我就上去洗澡 然後我就沒講話 然後那天晚上我就 跟老婆就 覆熙常談了一會兒 覆熙 對 所以以後我都不會講爸爸話說 快點吃飯 叔叔要回來了 不是 所以你都比較好 然後所以那天晚上睡覺前 因為我們兩個是不會有隔夜愁的 然後睡覺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當天晚上的心情 我就跟他說其實這樣的心情 不是很好 小朋友看到我本身已經會怕了 然後再加上你如果一直拿我當作一個 擋箭牌 擋箭牌一直弄他們的話 一直在教他們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 小朋友 我在小朋友心目中 是完全是沒有地位的 對 然後小朋友看到我只會怕而已 要一次 對 然後後來跟他溝通過之後 對 他就有聽進去了 就完全沒有講過了 對 阿騙回來了 不好意思 可是我跟你講 阿騙 快吃飯 阿騙哥回來了 可是我覺得 阿騙跟小可他們兩個 是一對非常好的夫妻 因為大部分我們也PO到很多個案 譬如說像阿騙這樣子 回來跟他太太說 你不要讓我當壞人 小孩教育就是要一致的 那太太的回答他說 是怎樣 那你當壞人是看得起你 阿不然你要怎樣 他就拒絕溝通了 可是小可不但接受溝通 還願意配合 這是很不錯的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有做對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的老公回來不爽 就是直接當著小孩的面前 怎樣 現在是怎麼樣 我很兇是不是 別小朋友看 其實有時候夫妻一吵架 很大的原因都是因為 小孩在看就丟臉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也有做對一件事情 反正他就冷靜先上去洗澡 脾氣這麼好 就帶著球棒到房間 對 你鹽鹿 鹽鹿鹿 鹽鹿 媽 那因為我想要問 因為你們現在小朋友 其實都還很年輕 對 小了 還很小是不是 接下來很小 那接下來他們會邁向 青春期 潘映期 然後一定會有很多偏差的性 因為譬如說 可能就會有一些情緒啦 或是一些反應 這些難道不擔心 會讓你們兩個吵架嗎 你們現在是不是不斷的要攻擊 讓他們就是 沒有沒有沒有 讓他們有些預設 其實你知道嗎 小朋友的叛逆期 第一次叛逆期 其實不是在青春期 是在他說會 會開始說 大概三四歲的時候 他會開始跟你講說 欸 水水 你要不要吃這個 不要 他開始有自己的思想 那你 我覺得 需要調整心態的是 大人自己本身 是 小朋友自己在成長 成長過程當中 他會有自己的思想 我們要去接受他 對 接受他跟 跟 不斷的跟他溝通 對 然後來 過這一段期間 一直到第二次的 第二次的青春期的叛逆期的時候 所以也遇到他的小孩叛逆期 也不是叛逆 就是他現在 你應該過了吧 我沒有 我沒過了 不是 Ama Ama 他現在就站在 你知道很有自己的想法 或是他回到家 他可能有時候態度會這樣 我也會抓狂啊這樣 可是後來是想一想 就是真的 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 好像也是這樣 是真的 或是他真的今天 上了一整天課 坐了一整天小車 然後回來 他就是想要在房間 所以有時候 真的是大人心態要調整